可爱的豆甲宝宝用丰富的肢体语言 舞蹈动作说着豌豆的故事 一个成熟的豌豆 蹦开了里面住着五个可爱的豌豆 它即将奔向世界 豆甲里的五颗豌豆儿童文创无据 即将为一个生病的小女孩 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 让小女孩珍惜生命的可贵 而重获生存的希望 还有提升舞蹈技术与心灵的阅读乐舞 透过丰富的肢体动作 诠释文学剧作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 明知新舞蹈团残年今年的 杰出演艺团队今年的作品 《我舞序我长序》 重点是要导读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 十个家具与十支舞座 每一个舞座都藏着每一个人自己的宝藏 我们以舞来探索 找到自己的生命资亚 也希望带给全市的市民们 全部的观众们 能一起来找寻自己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宝藏 明日之星历经疫情全力整备 面对久违的舞台舞者们摩拳擦掌 11月27号轮番登场 要给观众最丰盛的舞蹈饗宴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